小姐你好 老闆你好 亲切问候 熟练的按下跳表机 眼前这名穿黑色Polo衫牛仔粿问奖 就是前墙壁乐团主唱监吉他手黄绍鼓 考到职业驾照 再来是拿到营利事业登记证 计程车的营利事业登记证 那这件事情我 这两件事情就花了我半年的时间 终于拿到多元计程车执照和登记证 40岁黄绍鼓会这么拼 都是为了太太一句话 曾跑到通讯航当上班族 黄绍鼓2020年和天气女孩团圆 林采薇结婚育有一子 因为疫情冲击 演艺世界停摆 今年8月选择跑继承车载客 因为现在的经济负担蛮大的 所以说我每天的营额要超过600 我才打拼 我不敢一天不出车 黄绍鼓说开进行车 时间弹性能和妻子调配照顾儿子时间 他每天都是下午4点上班 一路到凌晨12点多 工作时间长达8小时 有一些粉丝有认出我 那当然他们叫车的当下就看得到我的名字 那他们就会开始讨论 然后上车的时候就会跟我说 你是不是以前演中期三国那个 然后就开始可能会聊天 我以前也是歌手 或者是这家所谓的明星 但那又怎么样 我还是一样 跟大家一样需要打拼 黄绍鼓说年纪健长 对演戏比较有兴趣 短时间没有规划发专辑 喜爱碰认的他 也有规划考证照 退去偶像包袱的他 为了家庭生计 努力奋斗 订阅新闻楼上张启云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